驚喜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赏 医师好辣 大家应该看医师好辣都知道 中风的时候我们要看 有没有脸歪嘴斜 讲话大舌头 手脚无力 就赶快送医院 我们医师好辣一直在重复 在跟大家卫教 但有一天就医生 就送了一个65岁的女生来 她是在吃饭的时候 她没有讲话大舌头 她也没有脸歪嘴斜 她是直接整个人眼睛就看前面 然后就呆掉 然后从椅子上面摔下来 那医师一看这个就觉得 应该是滴血糖 还没吃饭 滴血糖 就帮她验 血糖好的 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有一个昏迷 不是很确定 到底什么问题的送过来 那来到急诊的时候 我们一看她那个样子 真的就像是滴血糖呆掉 所以我们不相信他们的血糖 我们再验一次 结果一样的状况 然后那时候跟她说 把手抬起来 然后她就不会抬 可是我们手抬起来的时候 还有一点点力量 那我说我弄痛她 她也不会讲话 你叫什么名字也不会讲话 但是后来就发现 不太对劲也是 她的眼球 她的眼睛是渣的 那我弄痛她的时候 她会用力渣 然后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她也渣 那时候就要想到 有一种很特别的部位的中风 就是脑干的中风 这个人其实是清楚的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状况 你可以想象吗 你手脚不能动 你不能讲话 你连呼吸吞咽都有问题 很痛苦 可是你是清楚的 你知道旁边人在对你做什么 这样 其实比较像是什么 那种感觉 那时候我就赶快 我跟她说 你现在听我的眼睛不要渣 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试的话就点头 就渣眼睛 她就渣眼睛 她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赶快我们就做电脑断层 然后我们就做血管摄影 就发现她真的是脑干的中风 可是像这样的状况 就是她的 然后这个病人的话 她是没有 对他们来讲 最lucky是完全就 我们打了打通血管 然后把 或是现在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像做新导管一样 把那个导管放到脑里面 把里面的血栓 又抽的抽出来 但是这个危险性也很高 那但是有一些人 就做了之后完全回来 但是大部分的人 就是停留在 就是那个 像那个鬼压床的状态 一辈子 然后中间可能因为 吸入性肺炎 或什么就过失 那我这个病人更惨是 他这样躺着 循环更差 他其他地方又一直中风 然后又突然又脑出血 他后来很快就过世了 不过这个家人 那时候也是觉得说 就放他吧 要不然这样子 让我一个人 让我自己像这样子 鬼压床一辈子 我觉得我也不想 他其实不是 我这边讲 不是不礼貌的话 他其实早走是他幸福 他刚好病成 就是眼镜 他就是要接近死亡 那家属是觉得说 这样子对他也好 但是也只能猜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对 这里分享一个案例 一个35岁的女孩子 她来求诊 主要是因为 她常年嘴巴干燥 然后因为嘴巴干 常造成她声音 沙哑的困扰 就希望我们有一些药物 可以解决 后来诊断 她是嘴巴的干燥症 我们就帮她开立 强效的深口水的药物 因为她年纪也不小了 那又在安排相亲 就去现场的时候 男孩子一直盯着她看 她就有点害羞 她就弯着 头都滴滴的 然后就开始吃 吃着吃着 她左边的脸颊 现在是潮红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又开始滴汗出来 男孩子看到 就叫她说 你不要害羞 你就慢慢的吃 慢慢的讲 一紧张 越吃越多 汗越有越多 然后后来我再问她说 那你另外一边呢 她说对啊 奇怪 好像只有左边会流汗 右边不会流汗 这时候我再去看看 她左边的脸部 有一个小小的疤痕 那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两年前 接受过腮腺腺腫瘤的手术 我们平常流汗 大概就整个脸 应该是要对称性的冒汗 可是为什么 她只有左边会冒汗 右边不会 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开刀的时候 她这个神经被破坏掉 这交感神经呢 它是控制我们的汗线 腹脚感神经控制我们的脱异线 这个深口水的药物 它是去刺激我们的腹脚感神经 来增加口水 所以这个药物这样子 一催化下去之后 她在吃东西 然后口水要分泌 就反而变成刺激她的汗 不断地流汗 那之后她可能就必须要 接受一些治疗 譬如说她可以打打 肉毒感菌 或者是接受再次手术 把她的神经再把它隔开 让它重长 其实医师好多 做了那么久就发现 其实我们身体慢慢老化 有些事情突然有一天不行 比如说你中风 你就努力复健 对 你比如说哪个感觉没有了 它可能一辈子就是这样 耳鸣也不一定治得好 所以很多事情 在你趁你好的时候就要好好保护 来 我们看看第一个 按发现所恶 频率不对劲 你不跳舞的频率吗 你有送的频率 不是啦 何人的频率不对劲 有一天有一个30岁的男生 他的频率不对劲在于 他一直跑厕所 然后频尿 然后解尿不舒服 怪怪的 我一看这个主宿 我还没看到人 可是医师我想起来 如果你一直喝水 你本来就会跑厕所 还是他们不喝水一直跑厕所 就不喝水的状况 也一直跑厕所 而且跟平常是不一样的 对 他这样已经好几天了 那我一看30岁的男生 频尿 然后解尿怪怪的 我第一个猜 因为男生的尿 对 因为男生的尿道感染很少见 男生尿道感染通常都会跟性病有关系 尤其是年轻的男生 那就不是摄护线的问题什么的 奇怪 这个人来的时候 我就 我刚刚的想法就抹掉了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陪他来 而且看样子这个事情 他们三个讨论很久了 如果是性病 你好意思跟爸爸妈妈讨论 应该不会 对 然后他爸妈还帮他诊断说 有没有可能是肾脏 有没有可能是结石什么什么的 那我就帮他们做所有的检查 小便 X光 超音波 全部都正常 小便也没有尿道感染 然后一直在聊天的当中 就觉得 全家都是社会地位 还有那个头脑看起来都是很清楚 很有读很多书的那种 我就问这个30岁的弟弟说 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现在是 答案就出来了 我说你最近学校在干嘛 他说我最近压力很大 他最近要赶报告 要赶一些考试什么的 所以他的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他就是晚上的时候 就一直跑厕所 然后因为跑厕所关系又睡不好 然后整个白天又都在跑厕所 其实他我在 第一次叫他的时候他在厕所 然后我跟他讲完话的时候 他又在厕所 然后他说可是你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像我现在又要去厕所了 我说好 我们做一个测试 我现在给你吃一个药物 然后吃完之后 我们在急诊观察 大概30分钟到一个小时 我们看那个频率会不会下降 但是首先你要先放轻松 还有你要相信我 我就给他吃 我给他吃什么 我给他吃 结果真的 大概30分钟过后 他就没有再跑厕所了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 他甚至非常冷静 非常平稳地在跟我讲 讲他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就是开给他镇定剂 那他其实是压力 造成他的贫尿 压力也会造成贫尿 然后这跟人可特质很有关系 有一群人就是特别会用 小尿尿的方式来去表现说 他身体的压力 对 像有时候还有那种 只是要去办一个法事 办一个佛会的一个妇人 他可以胀膀胱 胀到2000cc 尿不出来 可是其实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他说你没礼貌 我是刚怀孕 不是 就是所以我们的密药道可以不用有感染 或是气质性的问题 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状况 对 因为人的智力神经很难去控制 压力 对不对 最难治的就是压力 医师也没办法帮你 常常医师说你压力要疏解 你要放轻松 这种话他也不会开药给你 对不对 这种话回去 你也不知道我的压力怎么来的 我要怎么释放我的压力 而且别人输压的方法 不见得对你有用 对 可能回去 因为这个压力两个字 你要输压 又变成另外一种压力 对 然后看老公又想点他 别人叫你放松 你会更紧张 对 我觉得放松跟输压 是最困难的课程 不是你吃药就能解决的问题 不是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很常教病的做一件事情 我都请他 两天在家里的时间24小时 记下他每一个时段 所解出来的尿 假设你发现说 他每次解尿都解100cc 一天解30次 那当然就是 膀胱过度敏感 或真的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那你如果发现说 他一天解尿的尿液 已经超过5000cc了 那表示他真的是 喝太多的水分 对 那像刚刚田医师讲到 如果是男生的话 男生泌尿道感染 对我们泌尿科来讲 就表示隐含着 他一定有其他的问题 例如说真的有性病 或者是说真的有结石 掉下来塞在输尿管 接近膀胱的地方 一直反复性在刺激他 也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症状 另外来讲 对于一些膀胱过动症的病患 其实都有一些 以及所谓的 交感神经类的药物 能够让膀胱的感觉 神经稍微下降一点 让他装多一点点的尿量 除尿空间增加 再去解尿 可是你小便 应该用瓶子装起来对不对 对 对 下次要实验 到底我这一天尿了多少年 对 其实那个统计下来 是一个很准确的方式 就是说你 一个小时 大概 算正常的 对 那如果说真的太多了 表示说你喝水量 真的有点过多 那你如果喝四千七 尿出来是多少 三千五 可能大概在 它要跟天气有关系 一般如果在室内的话 可能会大概少个 五百七七左右 三千五 对 可是如果你在室外的话 如果常常在流汗的话 甚至相差距 可能差到一千以上 但如果我现在进四千 尿出四千五怎么办 这个不太可能 表示说之前身体 可能有点积水存在里面 那排水不是很好吗 不会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就像我一样的 那一样的 还是可以来 那么就像我一样的 那一样的 我也要吃点了